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长 录音的组 录音组的录影组的麻烦 从扶持打了以后开始录 万一录影之后有学员官不小心看到 没有剪到的地方 请录影的 请看录影带的观众或是大德居士 把他忽略掉 南山律再加倍了 略篇别行篇 各位居士大家午安 请放长 请翻开 再加倍栏 236页 236页 第四页 第四页 第一个句点之后 小字之后 讲书 讲义的页书 请大家翻开 成音法师所编的讲义 第二十五页 第二十五页 倒数第七行 倒数第七行 我们上次谈到了 这个又有多有人请来往非法聚会 找到没 好 讲完了这一句 这一句是 呵斥我们呢 宣主在教赐我们 在寺院里面的一种聚会的不当的情形 多数人 是依着这个普通人的这种情感的来往跟攀缘 好像观光客一样 或者是说 不把寺院当作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的普通人 当作一个 举办多人聚会的一个地方 甚至来表演活动或是选举活动或是选举活动等等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第二个部分 又在四指数 这一段 我们直接消文 我们也直接看成因法师的这个讲义 他把林之律师的科判把它列成表格 这一段是属于说明非法之项的第二大部分 叫做初非法 初非法再把它分为两大部分更正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序无智 有的是叙述 没有智慧的一些举动 走到没 用一个框框框起来 那前面那一段是多有人情来往是属于赤 喝赤聚会 我们可以对照后面的二十六页的林之律师的科判 叫做赤聚会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到 这个序无智 这一个部分 就是叙述没有智慧的造作恶业 里面的四段 分的第二段 叫做赤青笋 喝赤青笋寺院的居士供养的功德的部分 我们直接消闻 这一段呢 除了 又再就是说 再次来讲到青笋寺院的情况 又在寺院当中指数 什么叫指数啊 就是挂丹的意思 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住在寺院里面 这样懂吗 那坐卧床铺床乳 就是说 在寺院里面 当作是自己的家一样 那很随便的 进来以后 不是说不能够住 而是要经过 知客师的允许的安排 或者是说有执事人 假如说 寺院里面没有 这个知客师 小的寺院 那就看看他的执事人是谁 听他的话 那懂吗 那假如说没有透过这个执事人 就随意找一个房间 在里面 在里面 坐下来 或握 就是说 躺下来 那坐握就是动词 对象就是床铺 跟这个被褥 所以叫做坐握床褥 这样懂吗 两个动词 两个名词 这样子呢 然后 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的 这样子住的话 这样躺着 这样子坐着的话 就是一种非法的这种 清损的情形 第三句 随意食淡 那不是说 寺院里面东西不能吃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寺院里面的饮食 本来就是要供养生人用的 不要肚子饿 冰箱打开来就开始煮了 没有听经过这个允许 然后在桌上有苹果 水果或是糖果 没有允许就拿来吃 这样子来吃的话 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 随意食淡是不可以的 淡也是吃的意思 这样懂吗 就是食淡生食 不过呢 不是说到寺院里面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吃自己的东西当然可以 自己带来当然可以 但是呢 假如有举办活动 譬如说八观在戒 或者是说 跟寺院的僧人 有约好要来 寺院里面打扫环境 或者是这个种菜 帮出家人的田园种菜 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是可以有资格吃的 这样懂吗 就说你有在这边做事 你才吃 没有在这边做事 不要吃 所以呢 大家假如有做事 是僧人请你来 僧人 有安排这些义工 来这边的话 做事的话 是开园可以吃饭的 这样懂吗 那怎么办 那我没有参交法会 也没有做事 就礼拜天带着小孩 家人到寺院里面绕一下 让他们结缘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没有 就是说一打板以后 大家开始用的时候 你到寺院里面 你在这个功德箱 要放一些供养金 大概你吃多少 就要放多少 这个意思 这样懂吗 这样就不会有 清损常住的这个 的这个顾虑 这样懂吗 不要害怕说 哦 连糖果也不能吃 没关系 你看到小孩进来的话 来不及劝 他已经手伸进去吃了 你跟他要跟小孩子讲 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是常做的东西 我们没有做事情 不能吃 这样会损我们的功德 这是别人供养的 东西是从十方来的 那 他是 但是主人是生人 要跟他解释清楚 那已经吃下去 没关系 看吃多少糖果 你折算一下价钱 要放在功德箱里面 不要少于这个价值 就没关系 然后 然后其所取戒 就是到了寺院里面 有时候呢 有些熟人 他不是佛教徒 没有正确的一些教育 没有一些观念 就到寺院里面就会 跟 跟这个寺院里面的人 来祈求财物 来借钱 或是 取用财物 他没有取 但是他跟你讲说 借我一下好吗 我这个 没有东西吃 我这个月没有生活费 国家的补助不够 我是 这个 低收入户 钱不够 跟你祈求 跟僧人祈求 这时候呢 僧人就要小心 你可以答应他吗 原则上是不可以 那假如是 你要借给他的话 那就是由僧人自己讲 就是说 跟这位乞讨的俗人 是说 这个是我自己给你的 这个不是大家的 是我自己给你的 这个是我取之于十方 是属于我的 那已经入了我的口袋 那这个钱或是这个东西 你自己拿出来 而不是从 常住款 比如说到会计出纳那边 领出钱来借他 没有通过大众的会议 这样借钱给他的话 这个你借钱的人你就换盗 换偷盗 换偷盗 懂吗 那假如 所以说你万一有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一种 私人 的生人 生人自己的私产 不是工产喔 是个人的 你要借给他 那将来他就还你一个人就好 这样懂吗 他是还你 我们将生人借的时候 是借那一个特定的工 生人 你要还他的生人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只还一个人就好了 将来你要还人家 这也是还可以的 但是假如是工产的话不行了 万一他这个是从十方来的 那这个东西等于十方 包括哪里啊 还有天上的阿罗汉 是不是 没有现身的阿罗汉等等的 这种东西就 就还不完啦 太多人的 这个东西属于 公家的 你千万不要跟公家借 知道吗 不要跟这个公家的财 这个生 生财 跟他借 那就欠这个寺院 假如这个财产是十方的 那就欠十方的 那就 还不完啦 是不是 还的对象太远了 就很不好 所以 我们绝对 不要到寺院里面去借钱 那或许你看到有的人借到了 那是某某老和尚 他慈悲用他自己的钱 是借给你的 不是常住的钱 这样懂吗 你只是欠那个老和尚的钱 不是 那假如是 钱是工产的话 那就麻烦了 十方的话 那就 太远了 还不完了 这罪就很重 所以呢 最好是不要借 最好是不要借 而且那个老和尚 他要借给你 他这个也是从别人来的 对不对 这个 他要借给你的话 这个话他也要 考虑清楚 我们僧人 碰到乞讨的人 菩萨界来讲 也是要怎样 在菩萨界的角度 还是要有人乞讨 还是要给他的 但是不要太多 还有呢 这个钱是 自己拿出来的 僧人本人 譬如说我在路上 看到有人在 乞讨跟你要钱 你给他钱 你自己要想 这个钱是自己的 不是公家的 那是一对一的关系 不是十方对一的关系 那将来呢 是这样子还的 那你这个是钱 又是 假如你的 钱是从 单机里面 就四月每个月 发给 生人的钱 单机里面拿出来的话 那个也是什么 也是十方的 那他你 撕给他的话怎么样 你就要欠 他便欠十方了 是不是 这也麻烦 所以我们生人都自己想 我是一对一的 但是呢 不可以 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偷盗界的问题 以后我们上五届的时候 再好好仔细讲 看要怎么做 开源 这有开源的地方 不是说 不是一条很高的墙躲起来的 是有一些小门可以开的 那懂吗 看情况 好 如俗去还 如同这个俗人呢 借来再去还 这样子的话呢 就随着俗人的意思 你喜欢借就去把他借 然后呢 生人假如 随我们的义借给你 你就欢喜 不借给你就开始生气了 这样是不对的 懂吗 这个要注意 那为什么不借 他一定有道理的 有些东西他可以借 有不能开源的 就是不能借 假如是 不懂的话那就惨了 那我们就白学了 佛法 那假如说外面的黑道呢 没办法 是不是 你要给我 你不借我 你看看好了 我到时候把你打破玻璃 拿塑膠子子弹把你打一枪 吓你一跳 甚至拿枪把你 远远的这个打破玻璃 我以前 当沙密时代也看过这种事 这种黑道 怎么奇怪突然间玻璃破掉 后来慢慢解释去了解才知道 黑道有些不满意的时候 或是其他那些 没有满足他们的话 他们要报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假如是学佛的话 就不应该这样子 不可以 细 细做 这个是错还是做 你们查一下字典 那关于这个查字典的问题 有时候我也没有查得很仔细 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大家也不要太在意这个 到底念对念错 法师念对念错 念碎是不是 有特别意思 念碎 点碎是不是 念碎 点碎的碎 细碎 这个 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不要太在意这个发音的问题 后面我们会看到 有些发音或是翻译的部分 那 假如大家已经念习惯了 就跟着念 但是因为已经习惯了 不要说我念错了 没关系 又不是我的错 因果是上面人负责的 不要这样想 知道就改 但是不要说因为我糟糕念错了 比如说我们网课说 南无其然圣众菩萨 不对啊 等一下讲道会 因为念 那个 嘎烂才对 是佳 比如说生佳 应该是生佳才对 可是因为是古字 古音是佳 现在因为我们念成茄 不一样 那不要说我刚开始 糟糕我以前念的经都没有功德了 晚课都没功德了 不要这样想 有念就有功德 假如我们一直在意那个发音的问题 钻牛角尖 那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思维就乱了 反而没有功德 就好像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西藏的老妈 喇嘛生碰到一位老菩萨在念经 念咒 好像念错一个字 哎呀 糟糕了 这个故事 刚开始是这样子 他经过一个山里面 发现有人在一个小房子在念经 不是 发现有一个地方在放光 他就一靠近一看 是有老菩萨在念经 然后他仔细听说 老菩萨 你念错了这个字 哦 这样子哦 对不起 就他走了以后他 他继续念 奇怪怎么没有放光 他发现不对啊 你刚刚念我刚刚讲错了 你念了才对 你刚刚刚你以前怎么念就这样念 我刚刚讲错了 那老菩萨才放心下来 然后继续念错的经 念错的字 但是呢他很欢喜 会放光 那这是一个公案 当然我们尽量去发现 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念对 那万一有时候在 传承的时候教导的时候 万一有一些小差错 差误 发现后改过来就好了 不要因为这样子感生挂碍 甚至 把别人 念错的 把别人念错了这个 哎呀你根本念错了怎么样 去干扰别人 反而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讲严重也就是破坏信仰 等于是我们在破坏他的信仰 他的信心本来就很脆弱了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成果 就把它加个冷水就洗掉了 就很惨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有些法师或是有些 人不太愿意去 更正一些居士的错误 因为更正以后他 万一他没办法接受 那抗计还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他会产生信心的动摇的时候 就麻烦 所以这个注音万一念错了 知道就好 不要敢讲 也不是说不敢 就是说我们 要委婉的讲 看这个人可不可以接受 他可以接受我们在讲 那就是有更正的功德 假如他没办法接受或者是 但是他被我们讲了以后 他产生动摇 那就不好 所以要 不是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是我们看情形 知道吗 这个要自己去衡量 这个要自己去衡量 那这个刚刚讲的细罪凶暴 什么意思呢 细就是细绑 这比喻 这比喻什么东西啊 比喻是小的东西的意思 有哪些东西 这个小东西呢 这个小东西呢 可以绑起来的 那小小的东西 或是一些什么中国节啊 或是小东西的这种东西 或是一些浴室 这比喻是小的东西 那凶暴比喻是大的东西 在寺院里面也有 可以 要抱起来 才抬得动的 用胸 像这么大的 东西 那 我们看到以后 他就希望 当下就能够把它 抹取过来 剥夺过来 那 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 那些畜生 牛啦 羊啦 他用脚 这个叫做抵触 这个 他一生气呢 那 就用这个脚呢 去 撞这个墙壁 或篱巴 那比喻呢 那这样子的行为像这 像畜生一样去 撞坏了 那 寺院里面的东西 是一样的 好像这样子的状况 那 这样来用脚来抵触人 那 知 完 知完吃 知彼琴 知就是 放任 然后 放任这种顽固余知 的 笔漏的 情形 或是叫做心情 啊 这样子的话 不怕 因果 不害怕 我们造了恶业 啊 这个 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 这一段叫做 喝赤青笋常住的情形 简称赤 青笋 林志律师把它判 科判叫做赤青笋 这样懂吗 那两个字会写吧 那没关系 后面林志律师的解释 可以看到那个 二十六页 林志律师解释的第三行 有讲到 那这个 里面呢 涂波 也就是一种 魔害 的意思 这个抵触就是 比喻呢 这个 触犯 的意思 再过来我们看到 第三部分 或用力 或用力是逼略 找到没 翻回來二十五页 这一段呢 那 林志律师给他一个科判 叫做赤归夺 喝赤呢 那喝赤这个 鬼 鬼则多 剥夺 鬼 鬼 鬼则的鬼 喝鬼 夺 这是他的科判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或用 力士 或者依着 官府 国王的这种 权利 用威士呢 去强迫 用威士呢 来 逼夺 掠夺 生产 生人的财产 然后呢 打铺 就是打压 撲灭 抄搜 像我们说古家 古代说那个皇帝 要把一个官员查到了 这个 他犯法了 就要抄家 抄家的抄 就这个字 懂吗 像在抄家一样 就是要霸占了他的财产 收归的意思 夺很简单就是夺取的意思 像这样子呢 来夺取这些生人的物品 这是不可以的 那样懂吗 像那个 有时候碰到一些法难的状况 像譬如说 清末民出 清朝末年 国民政府出 该开始的时候 那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 妙场兴学 因为中国人的 国力太弱了 那现在要办教育 发现生人的财产很大 那办教育钱从哪里来呢 那个以前的那个北京大学是 办的教育是美国人的那个 本来要赔款给美国人 美国人他把这个 他说不要这个钱 八国联军的时候 美国人这个 有了这个钱他 他懂得这个怎样来 来这个 不 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拉拢中国人 他知道说有一天中国会强大 所以他说我不要你的钱 这个钱呢英国人法国人 日本人抢去了 我们美国人不跟你抢 我们赔款呢 我们得的这一份 来给你们办大学 在北京大学就这样来的 那 这时候呢因为开始国民这个 人民的教育需要 来建设 因为 所谓的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是不是 百年这个要教育的人要花 是很大很很长远的事业 所以教育呢 要花很多钱 所以呢国家没钱的话呢 都各地赔光了 就想说市场这么大 来当做学校 办这个幼稚园啊 或是办中学大学啊 是不是 这样子来 来归夺 市场 这个是不合法的 不如法的 那会有因果 或是古代呢 这个法难的时候 像周 后周四中啊 他要打仗没钱啊 那就把这个 那个寺院里面 不是有这个 金 那个金座的像 像都用那个铜座的 铜像 佛的铜像 铜制的佛像 那把它拿下来打造 成银钱 要来 要来这个 打仗 所以没钱 所以就把这个寺院 全国各地的寺院的 佛像的铜 就拿来这个做成 做成钱币 来买 一些战略物资 准备打仗 所以他就有因果 这个都是 动用国家的权利 官府的权利 去抢夺寺院的财产 这个要负因果的 要懂啊 所以我们当居士要注意 不要去 做这个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 甚至在法难的时候 还把很多僧人把他 叫他还俗 那更惨 叫他来当兵 本人生人是要来修行的 他结果呢 法难的时候叫一些生人要去 要还俗 那等于是破坏修行 这个就很严重 这是其外话 那总之呢 寺院的财产不能去洞 那谁去洞 那个洞的官员 或是国王 或是国家 他就要负责因果 有时候会有县世报 也很恐怖 这个就不要再提了 就提外话了 再来最后一句话 聚造恶业 找到没 那这一段话呢 就是 做一个解释 林智律师呢 给了一个科判 叫做总是恶业 容总 来显示 这样子的一个 或是说因果 总是这个恶业的因果 林智律师写的是总是因果 不必超 你 万一你要做笔记可以 这个后面的二十六页有写 总是因果 在第四行的 第六个字 找到没 有什么因果呢 那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 具体的来制造的一些恶业 造下的恶业 就很恐怖啦 必死 必死 每个人都会死 但是这里指的不是说 马上就要死了 就是说 会提早死亡的意思 那 这种是不容怀疑的 那 像这个周世中他 把这个寺院的 佛像 譬如说有一尊观音菩像 大家不敢动 你怎么不拆 他不敢拆 那世中就走过来说 你们怕因果 我来赴因果好了 他拿起 那个斧头 就从往观音菩萨 那个铜像 后面就把他打下去 把他打碎 然后开始拆 戳搬走 然后拆破 然后做钱币 结果他周世中在 一年以后就 也就离开了 生病离开了 生疮 那个 还有传说说有人去梦见 他下地狱 等等 这些传说 这个就是 扑害因 这个造恶业的一个果报 花报 必定会下地狱的 那这种是不好的 一旦横害 古害 念横害 一旦呢 这个 我们福报受用完了以后 这个害就指的我们的身体的意思 横 就是躺下来的意思 比喻我们死掉了 这个神是呢 神是去哪里了 怎么可以灭去呢 不是死了以后 人就没事了 我们的阿赖耶士 还会再转世 就是 在随着我们今生所造的这个 这些广大的恶业的话 那就会来受到 长节的这个 无量节的痛苦 比喻来下地狱的意思 那就非常的可悲了 可以让我们 共同来悲叹 这个 不是 这边有小字在说到 这里面说到 并不是三宝 不慈悲 不去救他 而是他的恶业呢 太重了 像这样子破坏三宝的这个恶业 破坏生产的恶业太重了 就无法救拔 就好像这个 方等经里面 四方的方 等于的方等经 讲的这个华聚菩萨 讲的一句话 他说呢 这个忤逆十恶的重罪 他都还可以救 可是破坏常住的东西 偷盗常住生物的东西 这种坏事情 是破坏三宝的 他 不要救 他不敢救 华聚菩萨是这样讲 他说即使我们造了很重的 五逆十恶的 五逆十恶就是杀父母 杀罗汉 或是犯四重戒 杀到淫忘 他都还想办法去救 但是到生物的话 他不敢救 他说太重了 可能他没有发愿 当然 有别的佛菩萨愿意来救 但是说因为太重了 华聚菩萨他自己讲 我的能力只能到这里 太重了我就不救了 不是华聚菩萨不对 他的心不大 而是这个罪太重了 要懂吗 翻到 二十六页 讲义的二十六页 若有智之人 这里找到没 这里 灵智律师的科判叫做有智获益 就是如果有智慧的人 来到寺院相反 就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他怎么做呢 因为他进到寺院里面 不会去做上面 上面 讲过的这些愚痴 非法的这种清损 生物 清损常住的事情 相反的他 他会敬重 这些法则 然后呢 恭恭敬敬的来依巡 准造来奉行 所以叫准而行之 听懂没 依巡来奉行 依教奉行 然后呢 覆持 爱惜 三宝的东西 然后呢 到寺院里面呢 进一步的 还会去咨询 请益 佛法的训事 就是请佛 请法师来开示 他有一些佛法的问题 不但到寺院里面 会帮忙 陪福 而且不去清损常住的东西 还有 这个咨询佛法 所以他就能够 自己就 遭到 遭得了 佛法上很大的利益 也就是他种了很多的善根 将来就能解脱 不用懂吗 再过来看到最后一段 顾京云 找到没 讲义的第三行 二十六页 第三行 找到没 这个灵智律师给他一个科判 叫做引经合证 就是在引经典 来 总和的来证明以上的一些说法 那引什么经呢 就是在涅槃经里面讲到 众生 良福田 亦是 祭离园 还是吉利园 这个我就不去查了 你们查字典 这个 吉利 吉礼 怎么念 一样都是二声是 好 谢谢 这个都 还写得有点押韵 田是安韵 是不是 圆 都是安的押韵 说到呢 寺院 里面的大众生 这里是一个很良好 可以种造福的一个田地 我们假如好好的来公敬出家人 到寺院 如法的来操作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 所以大众师 就是一块很肥沃的田 听懂啊 但是它也是一个 这块田呢 因为我们好好的种 所以会长出功德来 会有福报 但是 假如我们种下的果实不对 对 就好像丢了一些 不好的果实 这个叫做吉礼 这个大家有兴趣去查 现在访度很发达 可以去找那个相片 它长得很像 好像这个 叫什么四面体 四肢脚很像四肢脚的东西 就是我们 在一些军事单位门口 除了有这个铁 那个什么 铁网是不是 网闸 避免人家冲撞进来 对不对 还有呢 放那个什么 放那个四肢脚的 三肢脚在上 在下 第四肢脚在上 它怎么翻 它永远在上面 有一支尖尖的 像这样子的长相 就是所谓的吉礼 可能没有当过兵 没有看过 没有到军事单位 有些铁网有放这东西 就是说怕你怎样 你车子进来的话 或出去它放着的话就 你没有经过检查哨就冲撞的话 轮胎一插下去就破了 你车子就动不了 像那样子的长相 就是吉礼 就是它都刺刺的 它掉到哪个地方都尖尖的 那 这个果实 这个草的话 这种草呢 长出来的果实是尖尖的 所以说我们假如 比喻什么呢 我们假如是 种下好的果实 我们会长出稻田 果实可以来 滋养我们的身体 假如我们种下的不好的果实 果实 长出来的根本不能吃 不过虽然是有毒啦 或是刺刺的 但是怎么样 它可以做药 比喻说那个 不可乐的果报的意思 这样懂吗 假如我们种的 到寺院里面 种下的果实 种下的因 不好 长出来就是不好的果实 就变成了吉礼 而不是长出麦 稻麦 稻子啦 小麦啊 这种或是西瓜啦 果实啊 这些 没有长出来这种东西 没办法长出来 要照 比喻呢就是一种福报 那假如种下不好的因的话 就长出不好的果 就会产生一些罪过 是这个意思 懂吗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思言实语 这样子的话 是真实的 的确是很真实的 因为呢 因为呢 当我们知道 来到了四月 那 我们得到的 是摔损 还是得到 好 利益 完全就看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是好心来誓愿 就会长出 好的利益 好的果报 好 摔就比喻呢 是不好的 事情 就会长出 吉利来 利 找到了两个字没有 摔跟利 到底是摔还是利 到底是摔损还是利益呢 就完全是由着我们的心 所创造出来的 不是 誓愿 的错误 非穷前进就 不是前进就是眼前的境界 的过失 就就是过失了 前进指的就是我们的寺院 它这个境界 不是境界的过失 不是境界的过失 它只是一个外源 这样懂吗 前面 我们在看到后面的有关于 有些 凌智律师的解释 我们看到最后一行 吉利有刺 找到没 就是它呢 这个长相像这个 很多刺一样 那个 像菱角一样 菱角是两个角 它这个吉利呢 上网去看看那个长相 很多刺 就是 掉到地上这个鞋子 假如太软的话 或是没有穿鞋子就 就刺伤了 很小 这种果实 那以上呢是有关于 这个 我们到寺院里面 假如 假如做了一些非法的行刑 就会产生一些非法的相撞 就会 得到不好的果报 这是第一 第一项 这是指的是 南居士 常犯的过失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项 讲义倒数第三行 清信女法 找到没 想 嗯 寺潮云 轻信女人入式 这一段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直接消文 然後綜合林志律師的解釋 直接看到下一頁 27頁 27頁 大致第3行 大致第3行 這裡呢 陳寅法師的講義已經幫我們把他 科判 跟刑事抄的文字 加以做成表格 這一段就講到女居士 進到寺院裡面 常犯的過失 跟男居士就不一樣 不只是因為男女有別 古代的那種制度 會造成一些 女人沒有 這個 女人比較沒有人權 在唐代、宋代都是這樣子 民國以前 女人都還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個性就會比較有 依父 男子的一種心 從小就這樣子教育 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 長大以後就是這樣子的性格 那 他們的過失 那就跟男眾的 過失就不一樣 男人女人 他的行為就不一樣 那雖然他們已經 這個 要學佛 當然是好事 但是要一個一個 缺點要改正過來 因為我們世俗 就是允許女人 婀娜多姿 婀娜多姿 是不是 這個 這個擦 畫眉毛 擦口紅 這個是 很正常的 但是到寺院裏面 就要 不一樣 有的 有的女人 他還會 有錢的話 他還會掉了一些 裝飾 耳環 或是什麼 等等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地方 女人比較容易犯的過失 第一部分叫做子童 找到沒 就是指出來 林治律師就指出 女人 女居室 跟男居室共同的地方 所以他用這句話 說明了 親性女人 就是指的是優婆儀 他進到寺院裏面 他們的法 儀鬼 是跟男居室是 完全一樣的 儀室是同錢 大家怎麼做 男居室怎麼做 女居室也是一樣的 只是 後面這一段 叫做彰義 也就是彰顯 差異 指出女眾 不一樣 的過失 第1段就當然指出不對的地方 叫指過 指出過失 第2段就是 事法就是 指示一些正確的 法則 我們看到第1段 指過 為不得在男子上坐 找到沒 為就是 一種發語詞 古文的發語詞 沒有意思 不得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怎麼樣呢 在男子上坐 這有兩層的意思 第1層意思就是說 到寺院裏面不要在家裏一樣 這個 就像小孩子也是一樣 不要就坐在爸爸的腳上 女人 就習慣去依附的男人 就坐在這個 男居室的腳上 那第2層的意思就是說 不可以在 男居室的前面坐 的意思 要坐在男居室的後面 聽到懂嗎 兩種意思都有一點點 都可以解釋得通 但是比較重點是 虛偽的問題 不要在男子前面坐 聽到懂嗎 形象 形象與笑 這個是像 要念四聲是動詞 就是行 行就是指我們的身體 女人的身體 就是有這種行為 他喜歡坐在 男人的前面 來這個 招引男人 招引法師的吸引 這樣子不對的 要坐在後面 然後呢 他就會去怎樣 去查看 女人呢 這個東章希望 這個是 故意要這樣子 動來動去的引起 別人的注意 是不是 走入 阿諾多姿 是不是 像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會到處來看東看西 這樣不好 像就是在查看 審視的意思 他喜歡查顏觀色 但是 這個也無可厚非 因為女人很 擔心會被怎樣 會被 這個性騷擾 是不是 所以他要看看 旁邊有沒有 怪叔叔 之類的 這個要遠離 這是 小心提防 是對的 但是就是說 很敏感的會 有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 言語上呢 就喜歡嘻嘻哈哈 不端莊 不穩重 這個意思 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來看 我們 休息10分鐘 請分開 再加倍的 別型篇 第236頁 236頁 倒數 第2行 倒數 第2行 倒數 這一行的 倒數第8個字 倒數第8個字 資本圖面 找到沒 講義部分 那請翻開 27頁 第27頁 大字的 第第 第4行 大字的第4行 第2個句點 第2個句點 之後 資本圖滅 資本圖滅 找到沒有 剛剛講到了這個 女基士呢 那 有一些 荣譽犯的過失 指 宣主 指出 女基士常見的過失 就指過 指出過失 前面講到了 男基士要坐前面 女基士要坐在男基士的後面 是這個意思 那 當然呢 假如是 你虛勢比較多的話就 女基士一邊 男基士一邊 那女基士假如太多的話 問到男女有別 沒辦法用隔帳來隔開來 假如是古代的話那個 貴族女人還可以用一個 那個帳目把它隔開來 是不是 那不行的話 就男女這個有個隔閡這樣子 要隔開來就對了 就坐在後面 假如沒有這樣子的話 地位比較 不是很 很高的話 那就坐在後面 男居士的後面 這個意思 那 再過來 女人常 有的過失呢 就是 身體 喜歡呢 東張西望 像我們男人 當兵的話就有要求 是不是 當兵的話這個 不要這個走顧右半 是不是 就冒了這個是 等於是女人相 或叫做老百姓 男人的特質 男人的特質呢 就比較 要莊重 不要隨便亂看 當過兵就教過 尤其那些職業軍人 他們都很嚴守什麼 也嚴守這些 軍人守則 不可以去抱小孩 怎麼樣等等 那個他們 軍人有規定 類似這樣子的情形 女人是比較 自然一點對不對 女人不用當兵就可以隨便亂看 但是在 進到寺院裡面就不要左顧右半 不要這個 到這邊嘻嘻哈哈 言語呢就嘻笑 那 這個 行跟語呢 就是一種名詞 相跟孝 就是動詞 要懂嗎 再過來 織粉圖面 女人當然是 女為越極者容嘛 是不是 這是女人的天性 但是到寺院裡面就不要 塗枝擦髮 不要打扮得花枝招展 畫眉毛啦 甚至 戴耳環等等的這種裝飾 古代還有什麼 髮技還擦那個什麼 那個裝飾品 越高貴的女人 她就 買得起好的裝飾就越 越多 不過也很麻煩 她那個裝飾那麼多的時候 那些垂掉的東西 你轉臉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不然就會打到自己的臉 是不是 假如你們有看這些古代的那種連續劇 那些古代的那個 公主啦 或是說 有身份的夫人 或是什麼冰妃 她那個裝飾 垂下來 你假如不小心這個一轉後就 就黏住了是不是 不只打到自己的臉 甚至會勾到別的地方去 旁邊假如沒有人來幫你恢復原狀就很麻煩 就很不好看 所以就要 走路就很端莊 不可以 隨便 走過又半 這個有些裝飾也有這種用途 所以說是化眉假飾 這個都不要做 不要化妝的太 顏 太過分 還有呢 非法調系 就是呢 不如法的在那邊 那邊 那邊調弄 嬉戏 共襄排蕩 互相在那邊 推擠來 推擠去 像蕩秋千一樣在那邊 手在那邊蕩來蕩去 來吸引男人的注意 是不是 就是 這個就不好 像在西系一樣 持手撐人 這個撐 提手旁 右邊一個 一個 長 無長的長 的上半段 下半段呢 是一個木 有沒有找到那個字 那個念稱 在 經典裡面 古文 就是元典裡面寫的是 用古字 用一個木 木頭的木 我們 講義上寫的是 牙齒的牙 懂意思了沒 你可以查一下看看 講義是寫牙齒的牙 那 這個 在家被覽的那個課本 在家被覽的那個課本 是木頭的木 找到沒 在家被覽的那個課本 在家被覽的那個課本 是木頭的木 找到沒 是不是寫的不一樣 這兩個字都是一樣意思 有兩種寫法 都代表是一種 觸碰的意思 不是那個 撐就是指的是這個 也可以說是觸碰的意思 國語字典是說 那個 撐起來的撐 把身體撐起來的撐 那個字一樣 意思是一樣 支持 抵住 也比喻就是說一種 在 撐 碰觸別人 女人之間很喜歡 像小孩那玩遊戲有沒有 把你捏一下啦 把你 吐一下是不是 這個 碰觸 然後就這樣兩邊這邊嘻嘻哈哈在玩 什麼小孩子 小女孩在玩什麼 不曉得有沒有聽過什麼 好像 炒蘿蔔炒蘿蔔切切切 包餃子包餃子捏捏捏捏 玩那個遊戲 千萬不要在 試驗裡面玩這種遊戲 懂嗎 在那邊玩弄都 這樣不莊重 再來 那正確的操作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宣主 就告訴我們 第二段 指示 正確的法則 簡稱釋法 找到沒 柯判 林智律師 字給兩個字叫做 事法 就是指示 正確的法則 這樣懂嗎 怎樣來 操作才是正確的呢 那 女人呢必須要色心整容 就是要收色內心 整肅儀容 要端莊 隨人就是隨著誰呀 隨著指示人 一般我們典禮上都有所謂的 這個 典禮師叫什麼 禮儀師是不是 像譬如說 那個 告別式啊 有正禮儀師在那邊講一動 我們做一動 那試驗裡面也有一些 所謂的 升職 其實 這個 知客 大部分都是 知客師在 說的 教導大家要開始 問訊 起來 開始拜 或怎麼樣 臉香 某某人出來 是不是 這些指令 看他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操作 代班的人 代班的僧人怎麼教導 這些命令 那 我們要依次的 像譬如說要有次第的拿著香 拿著花 然後一心的來供養三寶 這樣子來操作 這樣懂嗎 特別呢 要 你呢要自己要懺悔 當然這裡的時代是唐朝 唐朝的女人都很悲 不是說 悲賤 就是沒有人權 那女人的人權 也是在美國 二世大戰之前 左右才開始 抬頭的 是不是 古代都沒有人權的 小時候要依著 父親 是不是 結婚以後要依著丈夫 老了以後 丈夫走了就要依著 兒女 兒子 要依著他 要依著他 還不可以 當然我們當兒子要孝順母親 是不是 但是呢 基本上他要 依著 兒子的指令 因為兒子長大了對不對 他來當家了 不要說像皇 皇太后這樣子 來這個 壓制這個 皇帝 那是 這個兒子怎麼做 母親 當母親就要隨順他 不可以 不可以 不適當的這個干涉 否則他這個兒子可以告到 祠堂去了 假如母親怎麼樣 不對 不可以隨便說 甚至說什麼 唐朝還可以改嫁 宋朝的話不可以改嫁 等於是 等於是要守寡 是不是 很 很嚴重 是不是 女人是沒有權利的 古代 所以呢 唐朝的時候 道宣律主就說 在那個時代 他就因著這個圓 來教導說 女人呢 常常是一種障礙 本身沒有主權 所以長城愛絕 常常是一種障礙 這個女人生 會隔絕我們的權利 要細數於男人 縱使到現在的女人也是一樣 因為女人畢竟古報體比較弱 是不是 小孩子你說 比如說 這個上學 這個有時候會有一些怪叔叔會性侵害 是不是 性騷擾 那個爸爸都要帶著小孩上學 媽媽也是一樣 是不是 果報體就比較弱了 對啊 那長大也是一樣 容易受到傷害 國報體要比較弱 所以常常不好修行 走路不能夠晚上 不能夠 沒有路燈的地方亂走 是不是 發揮有性傷害 性騷擾 所以家就比較沒有地方可以修行 要兩個女人在一起 上廁所兩個女人是不是 女生要兩個一起上廁所 類似一樣的道理 常常有障礙 不是那麼好修行 好修持 所以要 倡人本身要 內心 要懺悔 要自己自責 對於這個修法 要 修這個 喪妙的 佛法 修法呢 比較不容易 不是說沒有因 不好修 就是說男人的修法 女人不能夠修 男人可以一個人走路 女人不可以一個人走路 是不是 第一個危險 所以那個 女眾出家也是一樣 要到深山去打坐 不可以 女人只能住在 有圍牆的城堡裡面 不可以獨自去外面住 這個 天黑以前要回來 這個 那個是 出家 女眾的一些規則也是這樣定的 比較不好修 比較不好修 男人的話可以在外面 打坐 深山打坐 是不是 這個是比較 社會的一種 關係 也是我們暴體的問題 所以比較 女人呢 不可以自磚 不可以自磚 就是說自己走路 自己住 要由他而辦 由著他人 來操辦 所以呢 實在是 非常的痛苦啊 所以叫 一何苦哉 這個是感嘆詞 因身 應該怎樣 深深 避 避掉 應該要深深的怎樣 悔恨 避就是厭惡了 啊 那個 這個念罩是不是 還是吊 啊 念罩是不是 罩就是悔恨的意思 因為 為什麼會作為女人呢 因為過去罩的惡業 比男人還要 重 所以沒有男人生 所以果報體比較差 要叫 念罩 道是不是 悲道 道 哀道道 就是 後悔 悔恨的意思 要這樣子想 這不是說 道宣律主 歧視女人呢 因為唐朝就是這樣子的 啊 現在當然有一點改變了 但是改變也不是很多了 然後呢 看到沙咪的話 這指的是 出家的小眾 還沒有受 比丘戒 或是說比較 小的沙咪 像小孩一樣 穿著出家的僧人 出家衣服的小生人呢 出家衣服的小生人呢 不要小看他 你要對他 一樣要 頂禮 像 這個比丘 一樣 頂禮 不要說 哎呀沙咪好可愛喔 給我抱抱 不可以啊 知道嗎 不可以說他的一個 街位比較小 就不加以尊敬 恭敬 我們就看看小字部分 小字 此於大生為小 找到沒 他是對於 相對於這個 大的比丘生來說的 當然他是比較 街位比較小 但是對於 俗人來講 還是屬於尊貴的 出家 受聚的時候 就是他未來 滿18歲可以去 受聚族界的時候 當然是說20歲 這指英曆 這個 是要滿這個20年 滿20歲才可以受 比丘界的意思 這個以後你們再去研究 受比丘界呢 以後他就 要進入到聖堡 的團體 的團體 所以叫做 遍入聖宿 就加入聖堡的 樹木 這樣懂嗎 所以他還是比 俗人還要尊貴 不可以 像小孩子一樣來看待他 就輕慢他 而接待 而遲接 剛剛說的 不能把他 抱一抱摸摸頭啊 這不禮貌 懂嗎 因為呢 因為呢 而且呢 假設有說法的話 撒咪登堂 說法的時候 也應當 謹慎來 聽授 誤負換名 切勿 不要再 換他的名字 來指使他做什麼事 比如說 小三米過來 幫我 鞋子拿過來 我要出門 不要這樣子做 或叫他說 這個紫屑撿起來 不要這樣子講 比丘可以 指使 撒咪 但是俗人不要指使撒咪 知道懂嗎 那知識記的解釋我們剛剛在 講義的地方 就直接都說過了 我們看看還有哪些呢 不一樣的地方 倒數第3行 的中間指過的部分 他收到牌 找到沒 牌 就是推牌 也就是牽推 等等的意思 牽扯 推極 像剛剛講的說什麼 在那邊玩弄 推來推去 像這個小女孩的玩那個 家家酒一樣的 不可以這樣子做 在那邊玩弄 當就是 放縱的意思 這個 這個 可以說是行為的這個 擺蛋或是說也可以用 重放 放縱的意思 來解釋 不可以重放自己的身體 這樣懂嗎 還有呢 其他的部分 大部分都講過了 我們翻到28頁 接下來看到 第2節 離開寺院的法則 叫做出寺法 找到沒 前面講過的入寺法 現在是反過來講到 怎麼離開寺院 行事超雲 如時等 這個文呢 我們也直接跳到第4行 來看到這個表解的地方 如此等 就總結上面 入寺的法則裡面 我們到了寺院裡面 就要應當 竭盡 我們的心力 努力的去操作 去實行 實行什麼呢 要修福 修慧 這樣懂嗎 就結錢 這是林志律師的科判 再看到下一個科判叫正事 就是正事的來說明 出去的這個寺院的事情 出去的這個寺院的事情 第1段 所謂寺寺 知道沒 就是我們進到寺院 把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 結束了 就要告辭 知客師或是當家師等等的僧人 離開寺院 就要如法的 來做禮 來告辭 不可以就偷偷跑出去 還是要做一個禮貌的一個告別 告假 這樣懂嗎 那怎麼做呢 那 就到佛前 佛殿前面要拜三拜 乃至於到佛殿的門口再一拜 一般我們寺院裡面有一個拜庭 大的寺院有這樣子 小寺院是沒有這樣子的空間 佛殿外面應該有個拜庭都會做一個 所以到三門之外呢 還要在拜庭上 做一拜 也就是在天王殿的地方 還要再一拜 不要就走出去了 佛殿拜三拜以後 走到外面 假如有天王殿的話 注意一下 也要再拜一拜 這樣才如法 懂嗎 其次呢 假如 僧人 比較少的寺院 我們有幾位僧人都要去 一個一個拜 知道嗎 這樣才禮貌 那假如是大寺廟的話 我們就總理三拜 在他們聚集的時候 像譬如說早晚課啦 還是 大的法會啦 還是初一十五的佛殿大貢 聚集中啊 那時候 剛好你要走了 典禮完畢 你就 大聲的 資格是會教我們怎麼做 典禮大眾師 三拜 所有的居士就在那邊拜 拜三拜 出家人都站好 出家人都站好 他在那邊 對著佛向前面三拜 或是在自己的拜殿上三拜 那個資格是會引導我們去做 不懂的話 假如沒有資格是沒有講 要自動 典禮結束 聖人還沒走出去 馬上就說 向大眾師 告誡 一定要大聲唸出來 然後聖人就稍微 停止一下動作 給你拜 向著佛像 佛殿 三拜 所有的聖人 給你 不必一個一個拜 就是這個意思 叫做總理三拜 這樣懂嗎 這是他的規矩 再過來我們看到下一段 以上就是教理詞 就是教導怎樣來 做禮 辭別寺院 這叫做教理詞 或是教理詞 這是靈智律師的科判 懂嗎 啊 那反以下呢 反以 會俗 這一段 我們科判呢 靈智律師是 用也是三個字 令捨 施 就是教導使令居士們呢 就是教導使令居士們呢 捨財 不施 這樣懂嗎 捨內財 捨外財 來做一些不施 這樣懂嗎 反以 就是我們 反夫 我們生死的反夫 以這樣一個 夠慧成熟的身體呢 進到了寺院 來學佛 為什麼夠慧啊 因為我們有 煩惱障 我們常說 願 消三障 諸煩惱 什麼三障啊 我們有煩惱障 業障 跟暴障 簡稱禍 業苦 是不是 有這些障礙 所以我們要到寺院來學佛 那我們所 腳所 践踏的這個 寺院是一個像金剛一樣的 金剛就像那個鑽石的意思 那樣的 清淨的一個寶冊 比喻 用鑽石來比喻 很乾淨 的 地方 這個有佛法的地方 是很乾淨的地方 很清淨的地方 而且也是很堅固的 因為你學到的法 非常的堅固 種在我們的阿賴耶士 不管來生 甚至今生都能夠受用 所以他的不會 他的業力很大 善業的業力很大 可以直到永久 將來成佛 所以像金剛一樣 非常堅固 字 都 關於儀式 這裏面 這裏面就說到呢 我們因為是凡夫 雖然所踏的 這個 寺院是清淨金剛 清淨的地方 可是我們常常自己呢 自然而然 因為累劫以來的一些壞習慣 就會乖為 一些 儀式 自然會很 很容易乖為 如法的 儀式 這種情形 自己都不知道 比喻呢 像譬如說我們 青筍常住啊 沒有人教你 你知道嗎 你會這樣做嗎 不會啊 是不是 放在那裡就是要給人家吃啊 當然過年那個擺的一些糖果 他就是要讓小孩子吃的 是不是 大家 吃滴滴 嘴巴甜是不是 講好話是不是 有這個暗示意味在 那就是給人家吃的 但是呢 其他東西就不要吃 果樹 比如說 這個寺院裡面怎麼 什麼果實成熟了 摘下來吃一吃 那個 芒果樹 有些當兵的時候 不懂的話 有時候也跟著人家 做壞事 到農田裡面 人家那個 那個夜行軍 晚上 跟休息的時候 有人就 身上拿著刀子 來把 把人家的那個果園裡面的禮儀子 限制當場削皮 把它吃了 那個是 那個是親損 人家的偷盜的行為 但是常駐的話 那個更嚴重 事業裡面的果樹 你不要就這樣子 去做 夜報就更大 這些情形呢 一定要不要去偷盜 親損常駐 我們的心就很出招 這個壞習慣要趕過來 不要認為說 吃你一顆甘孟 你要搞我怎麼樣 對吧 大家要注意 那有時候那些 果園 有的人噴的農藥 我給你吃了 中途怎麼辦 這個要注意 所以有的 農夫呢也不得已 這個 就把它掛了紅線 掛一條那個綁了一條紅 紅布 表示說這個噴過農藥 不是怕你吃 那有時候那個像鄉下呢 人很少 那旅客呢你一過來的話 像有些西瓜田啊 他就 那個免費招待你 你不要摘 你不要偷吃 我給你吃 西瓜拿過來 但是你吃完了後 西瓜籽 要吐在一個盤子裡面 他到時候洗一洗 將來還可以再種 當種子 西瓜不要吞 西瓜籽不要吃下去 要吐出來 他要當種子 當然有些 還沒有熟的不能種 他會選 好的果實 西瓜籽來種 西瓜 有些地方是 是給你 可以允許你去吃的 但是呢生人 生地的話 你絕對不要去摘果實 這樣懂嗎 所以在假如我們要離開的時候就要自己要 數回自己所犯的過失 要彌補呢 一些 剛剛不小心犯錯的過失 那怎麼樣去彌補回來呢 或甚至說以前 犯的一些過失要把它彌補過來呢 我們就要怎樣 隨著我們 的能力 我們的因緣 或多或好或少的 要布施給寺院 就是丟一些 放一些功德金在功德箱裡面的意思 這樣懂嗎 這樣表示 不空 不是說 來了以後 空手而回 這個 到寺院裡面 兩串香蕉 要記得要 有所布施 懂嗎 這樣才能夠 增長 我們的 福德 增長我們的智慧 表示不是空來的意思 懂嗎 我們到寺院裡面是來滅罪的 要征服費的 所以呢 是有不空 表示呢 不是空來的 那怎麼樣子 數回呢 我們的過 以前所放的過失呢 像譬如說 如果看到小字部分 下一次呢 就麻煩分掌 幫我們操作一下 有時候 來不及 因為我們有錄影 錄影的話他們會 看這個黑板 因為有的 在家裡沒有拿到獎益的 他就要看 看這個錄影的東西 小字部分 找到沒 若布卷香油 譬如說呢 買一些布啊 買一些布料 那卷就是說 比較好的布 生絲 製成的布 白色的捲布 不是做衣服的 是來 做好看的 那個窗戶的 窗簾那一類的 好的布 不是拿來穿的 這個都可以拿來捲 給寺院 香跟油 香油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檀香 橙香 等等的香啊 或者是 共佛的油啊 共佛的酥油啊 乃至呢 澡豆 滑水 澡豆就是 古代的肥皂 洗澡用的豆 就是古代的那個皂 肥皂的皂 它呢 可以來 洗碗 古代呢 就洗衣服啦 洗碗都可以用這個來 因為它是鹼性的 所以可以把這個油的東西呢 去除掉 那滑水 就是 佛教的花水 也可以 不是明星花露水 那個香水啦 就是那些香花啦 比較高級的水啊 都可以拿來供養 那樣懂嗎 當然也可以說是香水啦 女人噴的香水當然不可能嘛 是不是 那個出家女人 比丘女會噴香水嗎 不會啊 應該不是那個香水的意思 就是花 豆點 水 這樣懂嗎 所以就是澡豆 然後花 水 三個東西 這樣懂嗎 包籍的水啊 包籍的水啊 像譬如說 所謂的礦泉水啊 直接可以喝的 因為古代人有些水呢 水質不好 有那個寄生蟲是不是 常常用過濾 假如沒有那種過濾去的話 喝容易生病 長蟲 身體會把肥蟲刺下去 肥蟲的卵刺下去 就身體就會 就生病了 所以要 也可以拿這個可以喝的水 過濾過的水來供養 寺院 像譬如說我以前當 居士的時候 聽說他們寺院裡面 需要裝那個什麼 過濾的 那個飲用水 可以生飲的 那個什麼逆滲透水啦 那機器啊 就去張羅 去找我這個 小舅子啊 來做一個台 把它機器裝上去 這樣來供養大家 就有功德 是不是 這個都是可以 做功德的事情 我以前也做過 下至掃地除糞 乃至呢我們 在寺院裡面掃 掃掃地啊 除除草啊 地上張呢 把它掃一掃 擦擦地板啊 這個都是很好的 修功德的方式 還有除糞 就是把這些糞坑裡面的 糞便把它挑出去 倒掉 那 那古代的話是 這個 寺院裡面這個有一個公共廁所的話就 這個 很恐怖是不是 以前假如那個 那個比較落後的地方鄉下 那個 那個 當過兵就知道有些那個 有些那個古代就是比較 差的那個營地啊 公共廁所啊 根本就是你就看到 你蹲下去就看到了 看到那些髒東西是不是 你身體排出來的東西 那要開水要那個打開那個 水龍頭去沖一下 只要沒有自動的一個 沖水的話就 留在那邊 那 但是呢有些地方就是 這個糞便收起來了以後呢 有的是 個人 僧人裡面的房間裡面 有些糞桶 大家有沒有去過那些古代的 就是我們老一輩的這個 那個房子有沒有 有些三合院的 或是我以前小時候已經住過了 因為小時候都住過已經是那種 公共廁所了 但是有的比較高級的 一些 那個 姑姑啊 那個綁 綁小腳的那以前都是貴族啊 才有綁腿 綁小腳聽過沒有 殘竹 這個只有貴族小姐才可以殘竹 一般沒有殘竹就是那些 那些 奴婢 才不殘腳 他們房間裡面 後面就是有一個 那個 那個 裝這個 除糞 糞便的一個桶子 晚上他們就不必出去 有個蓋子蓋起來 然後在裡面 大小便 然後蓋子蓋好 我看過 也用過 那時候去 那個 老姑婆家裡 當然往生了 那種房子 有看過的話就是 這個糞桶可以挑出去 倒掉 叫除糞 這樣懂嗎 當然這個糞便 這樣做就可以了 因為你 到我們一個地方 專門 專門的有一個 裝糞便的地方 放在固定的地方 有一些鄉下的這個農夫 他會定時 去跟 民家裡面去受糞便 然後來交肥 古代都是這樣做的 只是現代人呢 已經不這樣做了 因為那個味道太難聞 第二點 這個我們現在吃那些 抗生素一堆 你拿那些 人的這個有機肥是有機的 可是 你去交肥以後長出來的菜都是 一堆什麼生長激素 一些藥 這個不能用 反而會 造成這些惡度傷害 藥物的傷害 是不是 所以現在已經不用這個 人工肥了 不是這個有機肥 就是說 動物的 人的 這些 糞便去交肥 甚至報紙上 去年好像還發生過 有人在抗議 已經都不用了 台灣已經不用 有的人那個 我記得在深坑還看 還聞過 那是從哪裡來挑來的這個 動物的糞便 一經過就是有那個 味道 很臭 那可能附近比較沒有人 但是經過就會看到 就會聞到 鄰居會抗議 雖然說他這個 動物的糞便 是有機的 是不是 很肥 但是呢 現在人都不用了 都用那個乾 比較不會臭的 那些 廚餘做的這個肥料 當作有機肥 人家才會用 也比較不會自身文營 總之啊 就是 宣主教導我們要多去 幫寺院來 施捨 你就是有錢 出錢 有利出利 這樣子的意思 懂嗎 那你沒有錢 你也可以除 除份 是不是做這些 打掃或者是 古代的除份工作都可以 做 幫忙種菜也是可以 是不是 那這裡面呢 看到28月的 最後一行 那個倒數第二行 第三行有個 前欄有沒有 找到沒 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這個字啊 應該念 佳蘭 Sanggarama 所以叫翻譯做 生佳蘭 或生佳蘭 因為字不變 可是音已經變了 古音是念佳 唸佳 就是 佳蘭呢 或叫佳蘭呢 是福業之地 是我們造福田 造 善業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來比喻 好 這樣懂嗎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再來看到 29月的第2章 第1章我們就 這個 講到這裡 好向下文長 賦予來日 我們 回向 好